美国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干掉了萨达姆的全家 却唯独露了萨达姆的孙子 而在萨达姆死后十几年 他的孙子突然现身 而且让美国丝毫没有想到的是 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的萨达姆的孙子 居然已经悄悄地成为了一位 手握十万重兵的诸侯 并且萨达姆的孙子表示 自己一定会为自己的爷爷复仇 向美国讨个说法 而在萨达姆的孙子和美国之间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中东这块地方的情况 相信我不说 大家也都知道 而萨达姆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 因为动乱 萨达姆很小的时候 就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当时和萨达姆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 他们大部分都是靠着村子里面的阶级来生活的 今天在李叔家吃完米 明天去王沈家搞碗面 就这样吃着百家饭 萨达姆渐渐地长大了 当萨达姆十岁那一年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当他听说自己还有一个舅舅的时候 萨达姆果断地启程 去投靠自己的舅舅了 说实话 当时萨达姆的舅舅生活的还算可以 萨达姆也是过上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安稳日子 可是因为从小也惯了 萨达姆在舅舅家里并不算听话 舅舅为了让萨达姆能安稳一点 少给他找点麻烦 所以将萨达姆送进了学校中 对于学校 萨达姆并不抗拒 他并不排斥学习 只是之前 没有遇到能好好学习的机会而已 不过 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是 当时学校学习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跟抱团取暖有关系的 这个思想给了萨达姆很大的冲击 在学校的学习中 他渐渐地有了一种偏执的认识 觉得就是因为不团结 他们才落得如此落魄的下场 而如果想要过上好日子 就要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一致对外 有了这种思想的萨达姆 很快就加入了复兴党 而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青年 萨达姆并不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 认为自己加入了什么就大肆宣传 他一直致力于能光复自己的祖国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他干了一件很多年轻人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直接参与刺杀了伊拉克的第三任国王 比较遗憾的是 这次刺杀行动并没有成功 在暗杀的过程中 萨达姆打上了目标 但是并没有将其击毙 反而是自己差点就被留下了 参与这场事件的萨达姆 很快就遭遇了搜捕 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搜捕之后 并没有找到萨达姆的影子 早在行动开始之前 萨达姆就已经做好了 失败之后的逃离计划 所以当他的搜捕令下来的时候 他人已经跑到叙利亚了 后来可能是觉得叙利亚还不够安全 所以他又跑到了埃及避方岛 在经过了数年的逃亡之后 萨达姆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觉得自己一旦回国 一定会做出一番事业 所以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 一个可以让他回国的机会 终于在逃亡了五年之后 这个机会来了 他当年没有干掉的那个人 被他的同僚干掉了 这下正主都没了 自己的搜捕令肯定也已经失效了 于是在1963年 萨达姆回到了阔别19的家乡 但是萨达姆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回国不久 军队就发生了改变 他们凳子还没有坐热 桌子就被掀了 这件事让萨达姆十分的愤怒 于是就在第二年 他密谋准备发动一次政变 不过这次他们更惨 还没有开始计划就暴露了 萨达姆更是跑路都没来得及 直接被逮进了监狱 但是有能力就是有能力 就算是进了监狱 萨达姆也不老实 因为他们组织里的很多人 都被逮进来了 所以萨达姆在监狱里 简直是混得风生水起 后来直接成为了 当地区域组织的二把手 堂堂的组织二把手 能屈尊降跪在监狱里待着吗 很显然不能 在组织的帮助下 萨达姆在成为二把手之后 不久就成功地逃了出去 而出去之后的萨达姆 更是如鱼得水 他不仅一步步爬上了 组织的二把手 更是写清了自己身上的罪名 一步步地进入了政坛 想想都难以置信 一个越狱的犯人 最后居然一步步地成为了内阁总理 简直魔幻 可是更魔幻的还在后面 在公众的面前 萨达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简直就是无可挑剔 他看上去总是一副 十分温和的样子 面对记者的提问 他总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并且说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是娓娓道来 可是实际上 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他总不能是一直以得服人吧 不过因为萨达姆 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时候 形象太好了 所以就算有人想要揭露点什么 也并没有人愿意相信 眼看已经成为了要员 萨达姆依然不甘心 要做的话 他就做第一 在他的精心策划之下 一次政变 悄悄地拉开了序幕 在自己女儿生日的时候 萨达姆发出了请帖 说自己为女儿精心 准备了一次生日宴会 希望大家都可以来捧场 当时的萨达姆 已经是一名要员了 所以他邀请的 几乎都是身居要职的官员 而因为萨达姆的身份 几乎没有人拒绝这次的邀约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关于这次的生日宴会 萨达姆所做的精心准备 全都是给他们准备的 在拿着大笔退休金钓鱼 和发生意外死亡 这两个选择中 老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毕竟能活着比什么都好 而且难道还有比钓鱼 更有意思的事情吗 所以萨达姆就这样 堂而皇之地走上了舞台 可是上了台之后的萨达姆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他开始实行自己的铁腕政策 只要有人不听话 第二天可能就会在车祸现场看到他 一时间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所有人都瑟瑟发抖 希望灾祸不会来到自己的头上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萨达姆的手腕越发的强硬了 在一次会议上 仓会人员们突然发现 整个会场都被军警控制了 而紧接着 萨达姆带着一份文件走上了讲台 他表示 在台下的那些人中 有人背叛了他 而这些人 就将会被处以急刑 并且 他还带上来了一个家伙 说这就是他抓到的叛徒 他已经供出了所有人的名单 随即 叛徒被带了下去 萨达姆打开文件 开始念名字 和一般的说谁是叛徒并不一样 在落真可闻的会场 萨达姆一个接一个地念出名字 而每念出一个名字 萨达姆都会停顿十几秒的时间 然后说出这个人是不是叛徒 如果被萨达姆认定是叛徒 那么军警会迅速地出现 然后带走这个家伙 一个接一个的人被带走 会场的气氛越发地压抑 那些等待着被审判的人 过得简直就是杜渺如年一般 终于 所有人的审判都结束了 极致的压力突然散去 有的人几乎就要瘫倒在地 剩下的人中 忽然有人站起来高呼万岁 以此来表示忠心 有了第一个 就有第二个 在一片的呼喊声中 萨达姆走下了讲台 对于这件事很多人都表示 这只是萨达姆的一个计谋 他根本没有所谓的名单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地位 更稳固而已 无论外界怎么说 有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那些被带走的人 没有一个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而为了稳定自己地位的萨达姆 很快就开始了下一步动作 于是在萨达姆的指挥下 伊拉克发动了闪电战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科威特的背后 是早已经看萨达姆不顺眼的美国 本来他们就不满伊拉克的石油产业 而这下 自己终于有了出手的理由 借着伸张正义的借口 美国开始帮助科威特反击 事实证明 在美国介入之后 科威特就像是开了外挂一样 猛得很 可是面对这样的结果 美国依然不满意 对于他来说 虽然给了伊拉克一个打击 但是幕后真凶萨达姆 依然在逍遥法外 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结果 于是在联合国大会上 美国声称 这就是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他们为了世界的和平 要制裁伊拉克 于是 在美国的攻击下 萨达姆惶惶如丧家之犬 直接跑路了 一开始他以为 美国就是装样子要缉拿他 但是他没想到 美国真的是铁了心的 要弄死他 在他的逃亡过程中 他的两个儿子 先后被美国发现了踪迹 美国根本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派人将他的两个儿子 都给弄死了 这个消息让萨达姆十分的震惊 他没想到 自己在美国人的眼中如此的重要 居然如此不惜代价 即使是要弄死自己的儿子 也要把自己逼出来 发现了这个情况的萨达姆 觉得自己危险了 于是更加用心的开始躲藏 可是没想到的是 美国人顺藤摸瓜 直接把他揪了出来 萨达姆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躲了这么久 还是被发现了 看着一个个鹤枪实弹的美军 萨达姆知道 自己活不长了 他以为这件事到现在 也要结束了 他没想到 美国居然连他的妻儿都不放过 不过 美国人也没有想到 十几年之后 萨达姆的孙子 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 他已经召集了 曾经萨达姆的旧部 佣兵十万 面对这样一个突然出现的家伙 美国也吃了一惊 但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萨达姆的孙子再次表示 当年 被美国人搜刮走的 萨达姆的财产 必须还给他们 而且他还提出 美国要向他们道歉 毕竟曾经出兵伊拉克的借口 可是着实不怎么高明 对于美国来说 不要说一个有十万人马的小猪猴了 就算他的兵力多十倍 那又能怎么样呢 可是面对萨达姆孙子的质问 他们还偏偏有口难辩 萨达姆多年记载下来的黄金 确实是被他们当作战利品 洗劫一空 而且当年 他们说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即使将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 他们连根毛都没有找到 当年 将萨达姆的家族赶尽杀绝 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谁能想到 萨达姆的这个孙子这么强硬 他们想要杀了这个家伙 如果大规模出兵的话 他们没有理由 但是如果暗杀的话 这个家伙佣名十万 他们也没有条件